中国第一位女皇帝登基时尚在强宝,为什么只当了一天皇帝? 说起北魏,很多人会想起花木兰,因为历史上的花木兰就是北魏人士, 他女扮男装,替副从军,打败了北魏的敌人柔然, 最后不但当上将军还得以衣锦还乡,一时被传为佳话。 比较有意思的是,人们一直以为,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是武则天, 殊不知,在比武则天还要早一百多年的北魏时期, 就曾诞生过一位鲜为人知的女皇帝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今天,瑞丽史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, 北魏公主袁姑娘的传奇人生, 袁姑娘是北魏孝明帝元许之女, 生母为元许最宠爱的嫔妃潘外怜, 祖母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胡太后, 她是孝明帝的第一个孩子,也是唯一的孩子, 若是生在当下,必然是祖孙三代享受人伦之乐的忠心, 家中的开心果,可惜她生不逢时, 不仅出生于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, 还错生于最是无情的帝王家, 在局势的左右下, 这个无辜的小女孩被迫沦为了政治牺牲品, 袁姑娘能当女皇, 还要从她的祖母胡太后说起, 袁姑娘的父亲孝明帝是北魏第九魏皇帝, 严昌四年宣武帝元克去世, 年仅六岁的太子允许登基称帝, 让一个尚在总角的幼儿玩泥巴还行, 要她处理朝政就太过为难人了, 故由其生母胡太后临朝称制, 赞赦朝政, 胡太后为人聪颖有悟性, 政治手腕十分高超, 执政之初颇有一番作为, 只是私生活不太简点, 名声便得极其狼藉, 政光元年, 全臣兼媚夫元毅抓住这个机会, 发动政变, 将她囚禁于北宫, 政光五年, 胡太后在孝明帝的帮助下, 逃脱元毅的掌控, 得以重返朝堂, 继续临朝称制, 胡太后也算个可怜人, 年轻时代吃过苦, 守过寡, 好容易把孝明帝拉扯大, 母子又因为权力问题而走向反目, 前期, 胡太后很有作为, 用心辅佐皇帝治国理政, 批阅奏者, 决断大事, 考核官员等等军亲力轻微, 这段时期朝纲速整, 政治轻敏, 但是时间长了, 胡太后贪恋权力和贪图享受的本性便暴露出来了, 胡太后浩大喜功, 生活奢靡, 常常设宴游玩, 任意赏赐, 导致国库日益空虚, 除此之外, 胡太后的私生活也狠狠混乱, 他清暮清和王元义, 便不顾伦理刚常将他招入后宫与其私通, 同时他还有一男宠杨白华, 夜夜晚乐通宵, 允许逐渐长大, 有了自己的主见, 自然跃跃欲试地想要早日亲政, 可是长达五年的囚徒生涯, 使胡太后性情大变, 权力欲更为赤胜, 侍权如命的胡太后完全不将组织放在眼里, 对儿子的渴求丝毫不为所动, 为防止儿子夺权, 他在宫内竭力培植党羽, 肆无忌惮地排除一击, 以压制孝明帝, 凡是孝明帝所亲近宠爱之人, 多借故, 加以谋害, 胡太后不肯放权, 在政治上排斥一击, 私下生活不检点, 引起群臣的反, 胡太后干脆破罐子破摔, 与面首, 正眼, 徐哥, 李神鬼等人公开来往, 丝毫不在意对外界的非议, 孝明帝见母亲大肆捕杀自己的亲信, 又迟迟不肯交权, 虽萌生了兵剑的念头, 然而胡太后掌权日久, 当于遍布朝堂内外, 一个形势不密, 可能先倒下的是他孝明帝自己, 因此经过审慎筛选, 他相中了北秀龙酋长, 梁俊公, 大军法尔朱龙, 对他极尽笼络之能事, 后来, 胡太后从此对儿子也恨之入骨, 孝昌三年, 就在胡太后母子围绕北魏最高权力争斗部一时, 孝明帝的嫔妃潘外连传出怀孕消息, 此事令胡太后生出了别样心思, 只要潘外连诞下皇子, 胡太后将孝明帝杀死, 把他儿子推上皇帝宝座, 少不得又有借二十年的临朝称之日子可过, 可惜天不遂人愿, 孝昌四年真摘又初期, 潘外连临盆生下一女, 也就是袁姑娘, 袁姑娘的降生, 打乱了胡太后杀死立孙的计划, 胡太后很快做出抉择, 隐瞒袁姑娘的真实性别, 对外宣称皇长子降生, 孝明帝后继有人, 孝明帝自然明白母亲, 此举背后隐含的意思, 为求自保, 他于当年二月密诏尔朱龙南下秦王, 发动兵舰推翻胡太后, 以实现亲政, 这对冤家母子之间长久以来积压的仇恨, 终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, 然而, 关键时刻, 孝明帝表现得相当优柔寡断, 徐氏对母亲还抱有一线期望, 胡太后的面首正眼唯恐自己, 小命不保, 竭力怂恿胡太后, 掀下手为强, 胡太后终于下定决心拿儿子祭天, 公元前528年, 胡太后杀死了当时的孝明帝允许, 孝明帝死了, 国不可一日无君, 此时对于孝明帝致死, 北魏朝野议论纷纷, 为了稳定人心, 也为了洗脱嫌疑, 胡太后宣布, 孝明帝也有后人, 而且是儿子, 自古以来父死子继, 皇位应该由孝明帝的儿子来继承, 但是事实上, 孝明帝只有元姑娘这一个女儿, 没错, 胡太后就是打算以假万真, 用元姑娘这个女娃子冒充男孩子, 来继承北魏帝国的皇位, 就这样, 元姑娘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北魏帝国的皇帝, 2月26日, 胡太后抱着还不满50天的伪皇子, 真皇太女元姑娘升殿, 宣布太子及皇帝为接受百官朝拜, 并大赦天下,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就此诞生, 胡太后看到皇帝儿子虽然被自己毒死, 但朝廷上下好像也没什么反应, 人心还算比较安定, 于是右下诏宣称元姑娘是女儿身, 本不应立为皇帝, 只是为了维持国家稳定而不得已而为之, 现在既然人心未有异动, 现决定重新照例三岁的临桃王元昭为皇帝, 视为北魏幼主, 随即宣布废楚元姑娘, 将已故宗室临桃王元宝徽世子元昭过祭道孝明帝名下, 立为新帝, 元昭这位幼主年仅三岁, 胡太后的意图可谓是路人皆知, 朝臣们虽然管不了太后养男宠, 杀儿子, 但是这样反复无常, 还是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, 于是送给这位胡太后四个大字天下恶然, 胡太后毒杀魏孝明帝后继续纵情淫乱, 其所作作令人厌恶和鄙视, 朝中的文武官员们也一个个人心涣散, 而朱荣等人一方面拥立常乐王元子幽为皇帝, 视为北魏孝庄帝, 另一方面又打着魏魏孝明帝报仇的口号, 率领大军向北魏都城洛阳进发, 由于响应者慎重, 不久尔珠龙大军便轻松渡过黄河并控制了洛阳, 为了逃过一死, 胡太后照令孝明帝时期的所有妃嫔和宫女都进入寺院, 自己也在剃光头发表示忏悔的同时, 还多次向尔珠龙辩解自己的所作所为, 不料富有野心的尔珠龙压根不吃这一套, 直接将胡太后和其所力的北魏幼主沉入黄河, 而仅当了一天, 皇帝的那位北魏公主袁姑娘也从此下落不明, 本应万千宠爱的公主出生满月便死了父亲, 继位仅一天又被废掉, 之后又失去了所有亲人, 年仅一岁的废女帝就此失踪, 自此隐落与茫茫人世间, 袁姑娘退位后便在历史上消失了, 可以说下落不明, 事实上,袁姑娘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, 而袁姑娘这个称呼, 也是后世的人给她起的一个代号罢了, 因为姓袁是个小姑娘, 顾名袁姑娘, 袁姑娘被尊为魏商帝一般来说, 世号里面有商字的大多位早妖, 根据这一点, 我相信很可能袁姑娘在退位不久, 就因为某种原因最终在懵懂中离开了人世, 彼时的北魏王朝已经开始风雨飘摇, 内有尔珠龙嚣张跋扈, 外有六阵起义此起彼伏, 使得北魏不久便被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, 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袁姑娘的故事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 袁姑娘虽然连名字都未留下, 但她的的确却曾为名义上的北魏皇帝, 由于史书对于袁姑娘退位后的事迹没有记录, 因此, 袁姑娘之死的具体细节也是一桩无从查考的无头公案了, 但是, 这却留给了我们无穷的遐想, 由于袁姑娘只当了不到一天的皇帝, 而且还只是胡太后手中的傀儡甚至政治工具, 所以一直不为证实所承认, 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, 其实承认也好, 不承认也罢,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, 那就是袁姑娘身为女性而且当过皇帝, 而且比武则天称帝还要早一百多年, 所以她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登上皇帝宝座的女性, 袁姑娘在历史上虽然昙花一现, 但其影响颇大, 一是因为她的费力, 北魏政权出现震荡, 军阀阶级进展朝政, 其后的皇帝尽为傀儡, 后因内部争斗导致北魏分裂, 二是因为她的出现, 女皇概念初步形成, 从唐高宗时期率重起义的女领袖陈硕贞自封文家皇帝, 到武则天以女人身份正儿八经地登基称帝, 再到唐中宗时期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, 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女皇先驱袁姑娘的启发。